《浩月当空》第219章 神女之威 一只青鹏座六个人 对于正常猎魔团来说自然是刚好的 青鹏是七级魔兽 虽然身形庞大 但实际上却并不擅长战斗 但承重能力和飞行能力却十分出众 到了1911589七猎魔团这边就出问题了 因为他们多一人啊 龙空空眨了眨眼睛 就要跟随着大家一起走向青鹏 却被旁边的龙当当一把拉住了 老哥龙空空可怜兮兮地看着他 龙当当淡淡地道 大家上青鹏 众人纷纷登上青鹏 龙空空却凑到龙当当耳边 低声道 要不 你抱着表姐 龙当当瞪了他一眼 我抱着你 这不好吧 龙当当有些扭捏地说道 龙当当道 或者让青鹏用爪子抓着你也行 四头巨大的青鹏 从平台上腾空而起 一时间狂风大作 青鹏的翅膀力量极为强大 哪怕是携带着多名人类 升空之势依旧强劲 龙当当抱着龙空空 兄弟俩坐在一个位置上 着实是有些拥挤 青鹏飞起的那一刻 龙空空顿时觉得 自己仿佛都要被抛飞出去了似的 哥 你可抓紧我呀 我的小命就靠你了 龙空空这边大呼小叫的 不禁引来了其他几头青鹏上 猎魔团成员们的注视 没事 圣影灵炉会拉着你的 龙当当淡淡地说道 同样坐在青鹏上 正在指挥飞行方向的李红彻 皱了皱眉 对这些过于年轻的猎魔团成员 他本就有些担忧 再看看他们那不只是稚嫩 甚至还有些跳脱的样子 心中不喜 对此行的任务也多了几分担忧 四头青鹏拍动翅膀速度提升 快速朝着一个方向飞去 伴随着他们的速度全面展开 下方景物飞速掠过 不时从空中的云雾穿梭而过 更是极为的奇异 修为到了六阶以上 各大职业几乎就都有飞行能力了 但像这种在空中高速飞行 而且还是高空飞行 对于龙当当他们 以及紫桑流营的团队来说 还是相对较少的 那种驾驭长空的感觉 着实是畅爽飞长 浩月当空 龙当当 大家注意 发生战斗时 我们以团队作战为主 不要分散 同时注意保持和其他猎魔团距离 根据战场形式随时进行调整 300公里 如果在地面行走 需要很长的时间 但在空中飞行 不过也就是半个时辰不到 李洪彻选择的飞行路线 是视线总部那边设计好的 要超近路进行拦截 同时 李洪彻也一直在联系着 卫城那边的追击队伍 时刻掌握那些亡灵生物的行进方向 飞行到了一个时辰 众人的新鲜感都已经过去了 目光向下方注视 搜寻 紧急任务群 一红清水 大家注意 即将与敌人接触 做好战斗准备 李洪彻的声音 突然在紫灵精中响起 让所有人立刻警惕起来 林梦录取出自己的法杖天使的权力 一层金色光运 顿时荡漾开来 落在1911589七列魔团众人身上 神圣祝福 阵阵暖意 混合着光元素注入众人体内 神圣气息在众人身体表面生腾 在神圣祝福的加持下 所有人的攻击手段 都会附加上神圣属性 而神圣属性 已经是证明了 必然能够对亡灵生物产生克制的能力 林梦录本身就是光神之体 再加上天使权力法杖增强的35%神圣魔法威能 同样是神圣祝福 他所施展的 比同级别牧师的威力大了至少一倍 神圣气息的纯净程度更是远超 以至于伙伴们身上都犹如被镀金了一般 皮肤表面呈现出深邃的金色 与此同时 林梦录和乐梨都已经开始了咒语的吟唱 沉稳的音阶显现着咒语的冗长 其他各支队伍上的法系职业者们 也同样都开始了咒语吟唱 做好了战斗准备 四头倾棚开始朝着斜下方滑行 飞行速度也开始逐步减缓 龙当当凝神向下方看去 隐约看到地面上有烟尘腾起 显然是有什么在高速移动着 伴随着距离逐渐拉近 能够渐渐看清了 奔跑在前面的 一共有十几名身穿甲咒的存在 它们身上都没有任何生命气息 整个身体却都被甲咒所覆盖 奔行速度奇快无比 而在它们后面的景象 却让所有人都不经瞳孔收缩 那分明是一具具骷髅 在跟随着狂奔 这些骷髅的眼眶中 都跳动着火焰一般的光芒 不同的骷髅 眼眶中的火焰光彩 还有所区别 有些骷髅身上甚至还有甲咒 或者是魔法袍之类的装备 总数量竟然多达上百 速度奔行起来一点都不慢 更为清晰的是 在这些阴灵们身下 有一个巨大的灰白色 法阵存在 法阵是圆形的 内部有紫色 灰白色的符纹光芒 在不断地闪烁涌动 会伴随着这些亡灵生物的移动而移动 而在这些阴灵上方 还跟随着一名全身笼罩在大斗篷之中的存在 向前漂浮飞行 龙当当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亡灵生物的种族 巫妖 而且是非常强大的巫妖 此时 那巫妖也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空中的威胁 缓缓抬起头来 斗篷下一片黑雾奔涌 一双星红的火焰在其中跳动 巫妖双臂抬起 做出一个向两边张开的动作 下一刻 一股恐怖的精神波动 骤然从下方爆发 小心 龙当当大喝一声 李红彻立刻下令 控制四头青棚停止下降 但是 巫妖的攻击 比想象中更加可怕 此时 四头青棚距离地面还要超过百米 可是 那无声的恐惧奸笑 却已是穿空而至 四头青棚庞大的身体 骤然崩直 下一刻 就已经宛如自由落体一般 带着众人向下方坠落而去 保护青棚 李红彻大喝一声 只见他背后光芒一闪 两只金色翅膀就已经舒展开来 双手同时抓住身前的座椅 在他身边的伙伴们 也各自释放出灵异 凭借着自己的飞行能力控制 轻棚下坠 一双双灵异也同时迅速在其他 轻棚背上出现 李红车目光扫过 那只老牌降级猎魔团 没什么说的 每个人都释放出了代表六阶的灵异 他的注意力更多在两只年轻 降级猎魔团身上 他惊讶地发现 紫桑留营的团队中 也是每个人都释放出了灵异 龙当当他们这边 除了龙空空之外 也是如此 一时间 半空中灵异光芒大放 龙当当他们身下的青鸟头顶处 更是多了一个小巧的天使 拥抱住了鸟头 轻棚瞬间苏醒过来 毕竟先前的精神攻击间隔百米 利伤害没有那么恐怖 赶忙拍动翅膀控制身体 李洪彻有些惊讶地看向林梦露 林梦露的咒语吟唱并没有停止 但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但释放出了灵异 帮助减缓青鸟下坠 同时还额外施展了一个天使祝福 这是怎么做到的 青鸟因为是笔直下坠 原本的拦截就变得有些落后了 眼看即将坠落地面 李洪彻口中发出一声嘀吼 身为帅级猎魔团的团长 在这一刻 他当仁不让 身形闪烁之间 就已经冲了出去 背后灵异猛然拍动 空中顿时响起一声低沉的音爆轰鸣 他的身体已经宛如流星一般 朝着远处的巫妖冲去 无疑 这次的任务中 这名巫妖必定是关键所在 但也就在这个时候 下方的音灵之中 一道身影骤然弹射而起 凶狠无比地撞向了李洪彻 这道身影身材雄壮 全身覆盖在甲咒之中 手握一柄重剑 腾身而起时 身上有暗黄色光运涌动 身体周围更是闪烁着虚幻的光彩 当 剧烈的轰鸣声中 李洪彻手中重剑 和对方的重剑批斩在一起 身形也在空中被拦截了下来 悬浮在半空之中的乌腰 抬起的双臂 轻轻地抖动了一下 露出了衣袖中的双手 那是一双极为修长 纤细的手掌 银白色的骨骼表面 萦绕着一缕缕紫黑色气流 伴随着它双手的律动 空气中 一个个紫黑色的气泡 随之浮现 人若有死 命皆凋零 死亡凋零 直径数百米范围内 一个个紫黑色气泡浮现出 这组有直径一米的气泡骤然炸开 荡漾出紫黑色的浆液 覆盖着空中大片的区域 正是四只猎魔团落下的范围 这是一个顺发的弱化版死亡凋零 但尽管如此 也是七阶亡灵魔法的层次 面对这全范围的攻击 一个个防护罩 纷纷出现在亲朋周围 那是各支团队的魔法师 和牧师部下的防御 唯有1911589七猎魔团这边例外 林梦露手持天使全力法杖 郊区飘然飞出 人在空中 他那先前一直吟唱着的咒语 终于完成了 光明天使 灵卢飘然飞出 与他的身体完成了重叠 背后 两双翅膀张开 轻轻拍动 一道光芒从后方连接在他身上 或者说是 连接在光明天使 灵卢身上 同时 一圈圈黑色光运在他身后 向外扩散 吸收着空气中 包括亡灵魔法在内的所有元素 圆窝灵卢 吞噬灵欲 林梦露高举天使全力法杖 完成了最后一个阴阶的吟唱 下一瞬 他整个人身上 骤然爆发出 刺目的金色光辉 就像是在天空中 凭空多了一颗太阳一般 浓郁的金色 几乎是在刹那间 就覆盖了周围的一切 刚刚展开全面腐蚀的死亡凋零 就像是冰雪遇到了滚烫的废水一般 飞速消融 被那充满了神圣的金色吞噬 不仅如此 那强烈的金色 更是直接朝着下方的阴灵们覆盖而去 沐浴在这金光之中 四只猎魔团成员都明显感受到 自己身上神圣光明 气息大圣 尤其是擅长光明属性的骑士 无不气息暴增 这是什么魔法 绝大多数人都在震惊中呆滞 而同样在准备着大魔法的紫桑流营瞳孔 却是一阵收缩 他已经有快一年的时间没有看到过林梦露的出手了 而此时此刻 他带来的震撼 却是如此强烈 这个魔法他是见过的 那次为了这个魔法 他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而也正是那次 让紫桑流营对林梦露的情绪变得异常复杂 眼前同样是那个魔法 虽然明显弱化了许多 够不上静咒的层次 但魔法本身的特性却没有变 这次他没有燃烧自己 却就是凭借着自身实力就完成了这个魔法 他的进步竟是如此之大吗 再怎么看 这也是一个七阶层次的存在 而且是神圣魔法 不是普通的光系魔法 如此强大的神圣属性 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难道他真的是光明之神转世不成 更是牧师圣殿憧憬的那一朵神圣玛丽莲 是的 林梦露此时所施展的 正是弱化版的光之礼赞 伴随着精神力的大幅度提升 天使权力法杖对神圣属性的加持 自身接近七阶的强大修为 再加上神奇与铜铃炉 与光明天使铃炉的双重加持 这个强大的神圣七阶魔法 在他手中用出 已经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神圣的气息覆盖人间 下方地面上的亡灵法阵 在这充满身上的光明之中站立 散发出大量的浓烟 那些正在奔跑中的阴灵们 也在光明的照耀下 变得迟缓起来 巫妖口中发出一声尖利的咆哮 以自身为中心 一圈紫绿色的光芒 向外荡漾开来 勉强支撑着挡住了光之礼赞 但他先前释放出的死亡凋零 却已经全部在光之礼赞中泯灭了 轰衣受到光之礼赞影响 修为足有七阶层次 拦住了李洪彻的王者 全身冒起灰色的烟雾 被李洪彻一箭劈飞了出去 李洪彻此时的内心 是充满了震撼的 他同样不认得光之礼赞这个魔法 但却并不影响他的判断 神圣魔法 七阶巅峰